漏掉嘛 那我們就請Paul 對 在上面 好 那在開頭影片的時候 我是Paul 然後有來過大松的夥伴 先前應該有看過 那今天再讓我再分享一次 那簡單來說 數位熱人心中為什麼會跑掉 數位熱人心中它就是一個 我們在假設說台灣的網路 它會受到影響的一個小松這樣子 那很多人會知道說很多人 很多夥伴現在都會一直用智慧影手機 然後常常會在上面滑 那多半階段它就是一個種 就是讓你脫離智慧影手機 讓你脫離抖音、YouTube 或IG的一些刺激的一個方式 那馬祖在那個年初的時候 它就是有發生兩條海底電卵 被切斷的狀況 那上個禮拜在部落地海 也有發生他們海底電卵也被切斷 所以他們的網路就受到影響 那時候的馬祖人呢 他們就享受了免費的奪巴恩階段的一個療程 那他們有十幾年、二十幾年沒有借書的馬祖人 他們就踏進圖書館 那有年輕人先家的時候就等網路 他們發現這種寧靜感非常奢侈 那今天沒有空來游獎針打 但是簡單來說 台灣有幾條海底電卵呢 那這個非常脆弱海底電卵 台灣其實只有十四條 就是全部都是公開資訊 如果你今天有一艘船 那它的盾位夠大 或是說你有一些想要把它切斷的方式的話 其實這件事情沒有你想像中這麼難 那如果海底電卵被切斷的話 我們平常很多常常使用的一些數位服務 像很多人使用的Line 或者是像是IG等等的 目前我們評估他們就是在台灣 台灣可能沒有主要的資料中心 所以就是很有可能會受到影響 那我們也有人在討論說 是不是低軌道衛星它是不是有用 但是它目前台灣第一個是 像是馬斯克的Starlink 它沒有在台灣的服務範圍 那如果有類似可能像是 目前一些政府機關 它在討論的服務的話 這些的評判有可能優先提供給救難人 或軍方使用 所以就是為了避免在網路斷線的時候 導致這些我們平常需要對話溝通 或甚至是查詢官方公告 都沒有辦法的狀況發生 那我們就希望這個韌性它可以繼續被維持 那就是目前所有韌性在做的主要兩件事情 就是在討論說在網路狀況下 怎麼樣讓一般民眾可以仍然有一個安全穩定 來傳輸資訊的管道 那另外一個狀況就是我們目前也是有在彙整 一些緊急情況下所需要的一些百科全書 像是可能一些緊急救護的教學啊知識啊 或是說在防空洞的位置 或是說可能你在你的存糧很有限的情況下要怎麼辦 或很多末日場景會出現的一些狀況 我們都希望可以把它整理進這個百科全書裡面 那我們今天也會有夥伴在現場想辦法來去繼續做 Mastaxi應用的開發 那會可能會嘗試拆拆看那個Mastaxi它的無線電傳的那封包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有被加密 或是說它還是它實際上是被拆得開的 那就下午也有端講 那就敬你期待 掌聲謝謝任信松 以上是今天15個的提案 那